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这种活在当地 根本没有人愿意去做 所以只好从外里招收了一批建筑工 其中就一个老农 原本建筑队并不想带着他 时之在听了这个老农的悲惨遭遇以后 公头十分同情他 只好将他留下 为了照顾到他的身体健康 所以只安排了一些比较轻的活给他 有一天这个老农正在干活的时候 忽然肚子一阵疼痛 老农想都没想 赶快跑到野外拉雷抛屎 结果就在解决完以后 老农忽然发现自己 由于走得匆忙 竟然没有带纸 无奈之下 他只好在四周打量 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东西 结果他一眼就看到了离他不远处 地上扔着一张泛黄的纸 他想都没想 赶紧将其拿起 就准备擦屁股 就在拿起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纸上有一个硬戳 而且这张纸上细细观看的话 能够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由于老农也念过几年私塾 再加上总能闯备这么多年 也是有一点点见识 于是他将这张泛黄的纸 放进怀里 拿树叶解决了一下就走了 后来他拿着这张纸 来到了一个专业部门鉴定 这才得知自己拉屎 竟然拉出两个世界第一 这张纸是秦汉时期的地图 因为这张地图是世界 最早以实物方式存在的地图 另外也是世界最早的纤维纸 好了 今天的完美显然史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完美奖励室的朋友 别人转发关注哟 这张纸是最早的纤维纸